IC梦想家 欢迎收看今天的IC梦想家 我是主持人蓝轩 我们邀请到的是 雅果游艇的总经理唐玉书 哈喽玉书你好 蓝轩姐姐 蓝轩姐好 太紧张看到偶像 以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雅果游艇我们希望是整合 整个台湾海洋修器产业链 上中下游 所以包括从你想要买游艇开始 或者是有些人他不想有游艇 但是他想要到游艇出海去玩 所以我们提供会员 可以租借我们游艇 或是风帆的一个服务 另外就是有些人 他想要自驾游艇 就像这个Tom Cruise一样 在他的Top Gun上面 乘风破浪 然后驾驶这个帆船的女主角 我觉得吸引很多人 都想要自驾体验 当然包括整个游艇港旁边的吃喝玩乐 食衣住行我们通通都有包括在里面 我们希望提供所有喜欢海洋的人 一站式的服务 这个是我们雅果游艇 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 我们整个安平游艇港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对啊 刚刚运输跟我们讲说 不是安平呢 我们台南老家 可是我先前去的好像 大家都是去高雄不是吗 对 高雄我们在爱河湾 旁边有一个会所 跟我们的那边的游艇港呢 我们总共有87个驳位 也蛮大的 但是安平港 都放满了吗 目前我们的工程预计 即将完工 完工之后呢 这些游艇跟风帆 陆陆续续都会停泊上去 就会非常的壮观 那再来呢 台湾也真的有那么多人 买这些游艇啊 有的 跟风帆 其实刚刚蓝轩姐 你就已经讲到一个重点 台湾四面环海 它的海岸线呢 在世界上排名应该是数一数二 可是我们拥有游艇的数量 跟我们邻近香港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真的是少到可怜 如果按照呢 这个日本跟香港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话 我们预估台湾会有 一万艘游艇的市场 可是现在台湾只有 一千两百多艘 所以你看看这个商机有多大 将来绝对青海会取代亲子 变成下一个趋势 也就是呢 我们要推广四进一没有 先讲没有好了 没有就是没有压力 四进呢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要尊敬嘛 我们对海洋还是要尊敬 那你尊敬里面就包括你要了解它 了解海的行性 很多人会对海洋有误解 以为有什么风狗浪什么 其实没有 海浪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想要超越它 你就给它鞠躬 跟它说 对不起 海浪就过去了 我觉得这样子正确的海洋观念是对的 那也可以拯救很多人命 因为你会发现海浪的时候 你就要比它更高 你反而就被它吹走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一定要进海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让海洋变得干净 我很希望呢 透过我们亚国这八年多来的努力 还有我们台湾这么多优秀的业者 我们可以让所有台湾人 我们攜手面对海洋 然后呢 这个让海洋变得更干净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浸滩嘛 那再来第三个进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清净海洋 到第四个进就是进入海洋 我觉得整个海洋修器产业 我初步算过 我觉得它的产值绝对会破照 所以呢 当我们在考虑下一个两兆双新的产业 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不要忘记了这一股蓝海商机 蓝色的商机 那包括呢 它可以有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博位 博位现在呢 其实台湾的博位也是严重不足的 还有呢相关的游艇跟风帆的这个需求 大概至少还有九千个 博位跟游艇风帆的缺口 那台湾的这个游艇制造业呢 是全亚洲第一 全亚洲第一 全世界第四 可是呢 这些好的游艇通通都送到国外去了 对 我们的亚国游艇会就是 服务这些顶端的客人 给他们最好的一个服务 那其他呢 像是一般的民众 你怎么侵海呢 我们也有一个乐活海洋学院 让一般的民众 你想要学游艇自驾 风帆自驾 体验的 你一次性的 每个人不到一千块 就可以亲近海洋 去感受一下 那当然呢 刚刚我们讲的游艇的代理 然后呢 还有在游艇港周边的餐饮 还有呢 这个会员度假中心 然后我们的这个会员休息 会员会所 还有我们的别墅Villa 其实我们整个全部通通都在里面 那以国际的这个游艇港来说 还一定要引进的就是 五星级世界级的饭店品牌 所以我们也独家引进了Beyond Tree 那为什么我讲安平游艇港 绝对会是这个媲美 迈阿密的一个国际级的游艇港 因为它的博位可以将近有190个博位 刚刚我们讲高雄是87 可是呢台南可以是它两倍 现在很流行的ESG 其实呢我们也都会把这些落实在这个教育的文化推广上面 你说什么社会公益啦 什么环境保护啊之类的 然后公司治理嘛 那其实尤其是在这个永续环保上面 我们所有的码头都是用环保材质 而且我们未来也会申请国际的金毛奖 就有点像饭店的五星级奖 我们都把这样子的奖项迎进台湾 我们也希望雅果是代表台湾可以第一个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奖项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我们透过人跟人的交流 其实可以把台湾的美好带到全世界 然后也可以邀请这些姐妹会的这个国际的顶尖的人士 来到台湾旅游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国民外交 我想是台湾民间真的很有活力的一块 像全世界的游艇会 它其实也不是只有会员独享 它也会开放给一般的观光客啊 一般的民众啊 来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海洋文化跟游艇港的生活圈 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 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刻板印象 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路上所有能做的事情在海上都能做 包括音乐会 演唱会 其实这都做过 那像在国外游艇上也会开舞会 跳一些国际舞 国标舞 社交舞都可以 那唱卡奥克这些都已经很一般了 那您刚刚讲的叫外汇 只要你想要叫任何外汇 它可以送的 通通都可以送到游艇上面去体验 插花课啦 画画课啊 你到海上去写声多棒的一件事情 还有人呢 是租来求婚的啦 然后呢 特别开到公海上去签约的也有 初任天想到一个很无厘头的话题 海上那个有没有酒驾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如果你开放可以自驾的话 那可以 因为去海上玩 你都觉得好开心哦 可以开趴 那可以喝酒吗 如果你的这个平衡感很好的话应该是可以 因为一般人我们都会以为说 游艇上一定大家都狂欢喝的烂醉 说实话到海上的人很多人不敢喝酒 因为会很想吐 目前法定上是都没有 因为海面真的非常的宽广 也没有红绿灯啦 是啊 对那你要跟别人撞到的机会也非常的少 目前没有法源的依据 希望呢台湾这个接下来的环岛四面 都有越来越多呢 越来越精彩的海上的活动 然后也让台湾成为另外一个名副其实的 对不对 海洋之道 谢谢 谢谢玉叔咯 谢谢 拜拜 拜拜